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人氣男團MIRROR就有十二指 大家都知道全部都是單身 之前很多喜歡了MIRROR的女粉絲 她們的老公都變成前夫 成為了一事皆話 到底MIRROR的成員自己會不會做人夫 她們的太太如果喜歡了MIRROR之後 會不會她們自己都成為了前夫呢 就是MIRROR的隊長Lokman 日前凌晨就在IG上載了一張照片 認到大家議論紛紛是否好事近 因為她上載了一束粉紅色的花束 上面也寫著七個字 就說這次已經成功了老爸 這次老爸你搞定了 那是否就是Lokman已經成功了呢 也看到這個IG的故事 令大家猜測是否求婚成功呢 而她在故事中也註明了花圃的店名 查看這個店名 你介紹可見 其實這個花圃 看回這個花圃的名字 就叫Princess Treatment 代表著男朋友都希望自己的女朋友 好像公主一樣 每個月都為她送上最愛的玫瑰花 而Lokman的女朋友 也轉載了Lokman的Story 更加為這個花圃拍下近招 另外令到一群粉絲就深思思了 若果真是成事的話 很想一起恭喜Lokman 不過再看回Lokman拍了這個花圃 就是開了沒多久的IG Stop 令到大家是不是懷疑 是否其實Lokman的女朋友 開的花店做宣傳呢 一切就當然要等待當事人公佈 暫時就沒有詳情 不過這個Po出了之後 就轉載轉載FORWARD又FORWARD 大家亦都有討論度都幾高 到底Lokman隊長 會不會成為MIRROR第一位人夫呢 看回資料 其實楊樂文Lokman 和她舞蹈員出身的女友Lucy 拍拖差不多已經七年了 感情一直都非常穩定 所以近日Lokman就Po了一張玫瑰花的 相片出來 令到大家高度討論 究竟是否Lokman 真是好事近做人夫呢 大家都知道 過往Lokman和她女友 其實都感情很穩定 亦都不是因為她們偶像身份 將感情特別低調 也都沒有故意這樣 她女朋友不時都會 放一些很sweet的相片 上她們的動態IG story 甚至Facebook 曾經多次公開性讚男友Lokman 體貼有心思 不過亦都有網民認為 今次其實不是求婚 是因為 始終Lokman都仍要集中火力在工作上 加上她又開多飯就進軍影壇 之前她和阿嘉棟合作的新片 命案大受好評 我自己都有看的 如果各位朋友 沒有看到這個命案 真的值得和大家推介 Lokman在這套電影裏 一點都不像一個新演員 當然大家以前都見過 有演出過《狂暴牌》 都有賺過Lokman 但今次她在命案裏 雖然她不是第一主角 阿嘉棟才是第一主角 但是她的搶戲程度 和影帝林家棟拆出了很多火花 即是我看到命案上映了一段時間 現在接近差不多有 一千萬千鬆的票房 其實這些片 一向都不算是一些很受歡迎 或者是一些很受大眾去追捧的戲種 因為始終比較另類 但是始終有這個 杜琪峰的光環 所以在杜Sir的金七招牌之下 當然她這次還是監製 但是她們的銀河影像 一向都是很多粉絲追捧的電影公司 所以加上有嘉棟 也有今次樂力演出的《狂暴牌》 我就誠意向大家推介這套命案 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未看的朋友 你進了一場看的話 一定不會有損失 不會令你失望 講到題外話之後 當然要講回正題 說回Lokman 他們究竟是不是真的好事近呢 近日 看到她的隊友 Ian 亦有出席活動的時候 被記者追問 她就說不清楚 Lokman 是不是求婚 因為這也是她的私事 被問到隊長 是不是快來做MIRROR 第一個人夫的時候 Ian就說 我不知道 她的私人士 做兄弟就不便問太多 最多都是在跳舞上 會問我一點點事 即是在工作上 如何加入舞台 做事演出的情況 其實他們兩個 拍拖七年感情穩定 所以 看到Lokman 是一個很有儀式感的男友 之前曾經都收過對方 自製的手工卡 心意滿捨 所以看到她在限時動態 貼了這個 帶子粉紅色的花束照 旁邊還有她可愛的媽咪 所以 這次就碰到了 老爸 當然說 叫老爸 這個稱號 就是她的愛貓貓 她的貓咪 老爸當然是說Lokman 未知是否真的 向女友求婚成功 但是看到她女朋友 也有轉發她的IG 限時動態 亦都在花束旁邊拍張近照 我自己覺得 其實機會都應該挺大的 即是 如果成事的話 絕對就是MIRROR 成員裡面的好消息 其實今時今日 偶像結婚 有另一半 都不是以前那些 古老石山年代 以前 我記得我小時候 偶像拍拖 甚麼成龍 那些年代 那些粉絲 知道她有老婆 或者結婚 等等 都說會自殺 又說甚麼 又說不肯過偶像 沒有了些Fantasy 但是今時今日 都不同了 我覺得 就算Lokman真是結婚的話 我覺得都未必會影響到 她的人氣 和受歡迎程度 所以 絕對是一件娛樂圈的喜事 如果真是成事 都恭喜Lokman 做人夫 我就忽快其想 如果她成為MIRROR 第一個人夫結婚的時間 她的兄弟團迷 很踴躍 很虛狠 只是其餘十一子 已經有十一位兄弟 還未算她自己的朋友 或者圈內的朋友 Lokman 在娛樂圈裡面 都出名 人緣好 以前未入行之前 做Dancers的時間 其實都已經有很多 BestFans 有很多好兄弟好朋友 到底如果真是她結婚的時間 嘩 到時就變成一個 星光奕奕的MIRROR 的Event 到時來說 我想 虛陷程度 應該都不下於很多巨星 所以 尤其是她隊長的身份 真的令人非常期待 不過我有另一個疑問 就是到底Lokman 有沒有時間搞婚禮呢 她近期 歌影兩忙 又唱歌又拍電影 未來又有MIRROR的演唱會 就算求婚成功了 到底她有沒有時間 去搞她的婚禮呢 都是一個問題 不過搞還搞 最好就自己搞 不要搞給Maker 要搞了 即是她公司 搞的Event 都沒有好事 希望 如果真的是Lokman的大日子 就留給專業公司 或者是Lokman自己搞 可能效果更加好 至於所有鏡粉 聽到我做節目的 你又覺得Lokman 是否真的會結婚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今集跟大家說 Lokman楊樂文的好消息 就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 謝謝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